阿龍開箱祝核會議最後兩位柱 岩柱跟蛇柱 我們看一下盒子的外觀 帶大小上的岩柱 大了許多 重量也有差 重量有蠻明顯的差別 背面都跟之前開箱過了一樣 這邊就不再贅述了 側面的核繪 非常非常的用心及帥氣 頂部一樣 這個樣子 那今天的最後呢 我們要把九柱做一個集結啊 不囉嗦看內容 這個岩柱份量感十足 非常非常的重 小巴內 小了許多有沒有 份量也有差 我們先從岩柱看起 這個面部的 刻畫還不錯 還原度還OK 那這個 頸上的佛珠也相當的不錯 內裡的衣服顏色 還有 左手的這個佛珠 當然整體非常大尊之外呢 該顧到的細節 看到門巾上面的字樣 及背面的一些文字 小巴內 小巴內的話 面相看一下 眼睛跟鼻子 我覺得非常不錯 這個還原度 你看 這個是在鼻孔的下方 在人中這邊開始蒙面的 所以在面相還原度來講 也是相當的不錯 旁邊的蛇也可以看一下 細節的處理 再來就是看 蛇柱本身的衣服線條 精緻度還有 液色的程度算是還OK的 那可以看到它裡面的鈕扣 金色鈕扣的部分 還有腰帶 即下擺 主帶 可以看到畫面上 九位柱全部集結了 非常非常讚 那因為畫面全部塞不下 是有點彎曲 一個彎曲的線條感 好那現在看到的是 我把他們的順序 由小到大 大概了 大概做一個編排 那當然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 主公大人 祝和會議可以展開了 好那今天阿龍開箱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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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我的頻道 啟嘟 !